大家晚上好 大家看到材料 做什麼 今晚 做生桌通菜煲 因為這兩天 晚上開始起風 真的秋意涼 想吃熱辣辣的食物 現在大家看到 我正在開火 燒鍋 因為沙鍋 比較難熱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要先燒鍋 有鍋燒鍋 有鍋燒鍋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 用手去撕 這裡 我看到有些無知的觀眾 在別的頻道 就笑鬼 廚師說 你用手去打上尖 這樣可以測到溫度 當然可以 如果單憑手掌 你就不知道溫差有多大 現在就很熱 我先關小火 我介紹一下這個手法 是傳統中廚 就算EVEN 以前西廚都是這樣做的 這個手掌 對著鍋心 這個手臂 就是對著爐頭 升上來直接 碰到火 我們測溫的時候 怎麼測呢 手掌心 和這個手臂 這個位 溫度一樣的話 即是說 鍋的溫度夠高 因為火一定是最高的 連中間的位置 都跟外面那麼熱 就一樣 明白嗎 通常有這樣的感覺 就已經去到150度以上 記住 所以這個時候 我先關火 因為我會介紹材料 生啫通菜煲 其實材料都是很簡單的 用了一半的酸蓉 加上辣椒 然後 肉碎 然後 嘩 這個 好多 喜歡吃通菜的朋友 嘩 開心 這裡足足 我用差不多兩斤半 撕掉所有的葉 剩下通菜管 就變成現在 現在大概 我拿起手 大概一斤 一斤都不到 所以 好吃的東西 一定是浪費的 但沒辦法 因為這個是平衡 就是什麼呢 賣相 還有 就是口感 為什麼我這樣說 平衡了賣相 因為通菜很容易發黑 我之前幾個 炒通菜的影片 都介紹過 為什麼通菜會炒黑呢 原來原胸 就是因為 我們固有的傳統入廚經驗 喂 菜館當然是難熟的菜葉 但是通菜 偏偏反過來 有名字給你叫 通菜叫什麼 空心菜 所以它的菜管是快熟很多 於是就出現了一個怪現象 你那些菜葉就炒不熟 但是通菜管就黑了 所以 之前我介紹給大家的方法 就是要分段下鮮 先下菜葉炒熟 然後最後下菜管炒兩炒 我很多時候炒到 在大家面前炒到變黑 為什麼呢 因為我炒久了 通菜管過熟 它就變黑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 記住 生蒸通菜 一定只是用通菜管 就不會用醃的 OK 好了 現在呢 這樣呢 它又降溫了 真是活該 因為呢 我跟大家說 就是 這個 就是 怎麼說呢 這個 這個 瓦鍋 它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呢 它的全溫性很高 但是度熱性很差 所以為什麼 我們冬天要吃煲仔菜呢 暖 放上桌 吃完都它還熱 OK 那它已經熱了 OK 好了 這個時候呢 我們現在要加少許油 秉持著 我是一罐的中脂 加多少許油都不怕 通常要多油 沒有辦法 好了 秉持著一罐中脂 就是什麼 真煲仔 我不用鑊炒 我是用煲仔炒 OK 好 這個時候出煙了 還不夠熱 當然夠了 好 這個時候呢 就放這個 蒜蓉下去 稍微炒一炒蒜蓉 蒜蓉熱燒炒一炒 OK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放肉絲下去煎了 好 這個時候呢 我是全程大火的 哈 我是沒有生小火的 因為為什麼呢 記住 煲仔呢 它的特性是什麼 度熱慢 但是全溫性高 記住 又是因為這個特性 所以很多時候呢 我們是要是 就是要是 全部都要是 最高溫最大火的 OK 要開 不記得了 可以先抽起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炒 這些肉碎 這樣呢 這個 生炸通菜煲呢 我可以告訴大家 我們炒的過程 我們調味 不是很重手的 為什麼呢 主要是肉本身是鹹的 有味 是吧 對了 說到這裡 大家不知道肉碎怎麼拌 麻煩大家看一個專用的 我有一個拌肉碎的介紹影片 我用了二十多分鐘的時間 是啊 我經常都說 拌肉是要時間的 大哥 你不用時間呢 它吸不夠水 是不會滑的 OK 好 現在呢 繼續 這個肉碎呢 我們就要炒到它乾身為止 所以 表面置得硬度呢 表面 出現這個是 焦香感 就是有點焦的感覺 我們才可以下其他料 好了 那因為呢 我們這個是 就是 豬肉是鹹的嘛 蝦醬是鹹的嘛 所以呢 基本上 我們就不用調味 主要就是 下什麼 當然是下糖 燉分分 不是鹹死 只有鹹字 蝦醬很有趣的 它是 只有苦鹹 而不是呢 我經常說的那種 叫做 醇和的味道 那種鹹法 那這些肉呢 就炒到差不多了 這個時候先撥開它 為什麼呢 炒蝦醬呢 那我一 有了這罐蝦醬之後 我就不用 我就不用那個什麼 我就不用那個蝦糕了 我還有那個蝦糕 那放多少呢 大概是放兩湯匙左右 在那裡 那這裡呢 我可能會鹹一點點 為什麼呢 我還欠一點點 我免得浪費 這個接下來就不要了 然後呢 我們就 在中間 揉它 讓它煎一煎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這樣呢 可以去除蝦醬的腥味 剩下的呢 就是蝦醬 那種鹹香味 記住啊 一定要蝦醬 要炒一炒的 等等啊 這裡 移回來先 如果不是呢 太熱了 現在呢 豬肉已經全熟了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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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夠 там 鹹香的了 不要再了 但emen台灣都沒有 了 再下的話 連雞粉都這樣子 因為雞粉都會鹹的 你再下雞粉 再了其他調味料呢 小姐媽媽總不能吸收 記住 你寧願淡麵 你 就是 你 MAC whispering 你在野 sounds Gilson 不要再再加鹽 Ok 這個時候我們就把這個通菜放下去 我今天先說了有機會會變黑的 為什麼呢?因為我太貪心,太多通菜了 炒不起來了 即使我這麼大的小鍋也炒不起來 我亦都說過很多次,想這些菜 發揮到臨漓盡致,一定要給它足夠的空間 如果它沒有足夠的空間,就很容易做得不好吃 當然我現在就貪心了,說明我做錯了 做錯了什麼?因為太多了 如果少了一半的話,我相信今天的賣相就非常漂亮 因為你知道通菜很瓦炸的 這個時候我可以放一點水 因為我的動作太慢了 大家可以看到,因為它太瓦炸,我要攪勻它 變成它經常都要彈出來 好,這樣就關到中火先 大家看到,它有熟的那些,它就開始變黑了 過熟的那些 這個就是我貪心的惡果 但是依然很好吃 炒多一陣就可以了 你不要想著要炒很久 那些通菜 只要它有八、九成熟,就要熟火了 如果不是的話,那些通菜就會發黑了 現在大家看到了 那些通菜就開始變軟了 那我不斷地在底面一起翻 為什麼呢? 如果不是的話,那些通菜就會發黑了 因為它過熟 我已經說了 過熟就是通菜廣發黑的元兇 那這個時候,那些肉碎,因為它黏在底裡 有一點點焦的 不要緊,這樣更香 好,差不多可以了 現在已經去到八、九成熟了 好,搞定了 好,這個時候關火了 這些通菜廣是不是還是很青綠? 是呀 現在已經去到九成半了 好,那我就關火了 好,然後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那我繼續調整一下 要不然它就持續地加溫 那它的通菜就會發黑了 那大家看到 是不是? 在這個階段這個時刻 還是好吃的 那我們繼續 好,這個肉 最後呢,加點蔥 然後再加料 增加它的香味 香口感 好,搞定,吃碗麵 大家覺得 好嗎? 不是很久的,我用了多久? 用了十三分鐘 十三分鐘煮這個鍋子 好嗎? 因為我不需要過鍋 所以 Efficiency會更加高 好了 那我就 跟大家簡介一下 總結一下 首先 記住 通菜菜廣黑的原因 是因為過熟 那當然 基本上的鹽糖味 那些要令它保持鮮色 我們都要做 OK 那 大家要記住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現在 是不是全部 還是很快的聲 不知道大家在咪高峰上 聽不聽到 因為我調教了 人聲道向 所以大家最近 就聽到沒有那麼煩 那些抽氣機的聲 但就聽不到它 即是現場的那些 那些聲音 那大家看到的 我基本上 這個通菜 是可以達到 就是 這個是 九成以上 都是保持這個脆綠的 OK 保持那個原色的 但是呢 有一半 我都說了 因為我太貪心 今天所以 導致這個通菜 有部分會發黑 正常 那記住 通菜發黑 是因為 通菜廣過熟 那你想它不過熟 我們必須要 是 必須要是 先下菜葉炒熟了 再下菜廣 炒兩炒就起了 起鍋了 這樣呢 就憑它那個原本的致熱 就令到它熟 那這些通菜 就不會發黑的 記住啊 也都解釋到 為何 為何 這酒樓 餐廳 它的 啫啫通菜煲 生啫 就好像我這個 生啫通菜煲 一定是菜廣 就沒有菜葉的 原因就是這樣 因為很控制 明白嗎 是浪費一點 但是真的很過癮 OK 第二點要注意的 就是 蝦醬本身 就是很鹹的 所以呢 大家要記住 一樣東西 就是 調味不要過份 本身蝦醬鹹的時候 全個過程 大家見到的 我只是下了什麼 下了糖 我連雞粉都不下 其實下了雞粉是比較好吃的 不過呢 因為 會變得很鹹 所以我不下 然後 這個 啫啫通菜煲 我們一定有些肉碎墊底 OK 大家見到 炒過程是怎樣 燒熱了 那個煲 它夠溫度150度以上 那就見煙了 接著我們下油 接著就炒 下料頭爆鑊 接著就炒 這個肉碎 接著下蝦醬 又炒 將蝦醬和肉碎炒在一起 就是蝦醬炒得乾身 炒到焦焦的 可以退減 減少它的腥味 就剩下的 真的鹹香味 OK 然後呢 我們要炒熟 那些肉碎 那些蝦醬 確認它沒有那麼腥了 夠焦了 那個時候 我們才下這個 通菜管 OK 大家看到的 一路廣 一路黑 是這樣的 如果我先頭上桌 就很漂亮了 OK 這個其實很簡單 那些肉碎 麻煩大家去找回 我以前有一條專用的 拌肉醃肉的影片 最近呢 我都有發表過 那個梅菜蒸肉餅的影片 那裡都有重溫怎樣拌肉碎 OK 好 希望大家喜歡 看見 看見 我現在已經流口水了 真的 不是開玩笑 偷吃 嘩 你不要看我這個時候 我是 我是剛剛好 夠味的 喝了些醬 如果大家鹽 淡 那 我就加多些蝦醬 那如果 都更鹽淡 你才會加鹽 加雞粉 如果不說 通菜 就會很鹹 OK 那就不說 嗯 鹽就很爽 記住 通菜管 不可以過熟 就不會變黑了 OK 多謝大家 拜拜 吃慣 我來的 認真 我來的 你